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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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artist 是吗 对 差不多吧 音乐会演唱家 我刚才上午给一位南中音孙力上课的时候 讲了半天 南高音 南中音啥体型呢 这哪是吧 脑袋了 胸脯啊 这类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 你看见没 典型的南高音的体魄 这唱高音肯定方便 声音肯定大 那大脑袋 你破我一个半 那脖子 几乎就是等于没有啊 南高音 像我这样的 基本上就属于南中音 我是奇葩 我长的南高 南中音 像南中音一样帅 唱的像南高音一样好 就是说我 脸皮真厚 是吧 真是典型的南高音的身材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它来的容易 那我给咱们试试看 来 唱 初学者同样犯这样的问题 说你放下来 好 放下来 位置也放下来 位置在这儿 永远的 亨鸣的位置 永远的 甭管唱高音低 全在这儿 放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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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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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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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事 放好 将我下走就完全进去了 走 往上 往上 不再 这样还会打架 一会儿进去了 一会儿要出来 我一直往后摁 它一直飞要出来 这样 哦哦哦哦哦哦哦 在这儿打架 到这儿就容易了 不信咱们再往上走一个 很容易 降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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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这个起音就很容易 但是那个騷 还有点问题 就是过度的不太好 注意稍微一点 注意点 但是这个劲儿别使大 你现在这个相当于A 那是降了一个 他稍微撤一点 试试看 基本上可以 但是比较小心了 这样可以 慢慢练 还年轻嘛 只要这样坚持下去练 这个痕迹就没了 就上下比较通畅 很好 比如我上次听痛快多 主要是先放下 先挂住 然后放下 就通唱了 唱歌 松花江上 加灵状们唱松花江 OK了 走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美光 还有呢 直接跑到第二个感觉 还有呢 还有呢 满山边也的大多高凉 你要感觉到这块啊 有一点点震动 现场听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感觉到不一定 我非要往这放 走 还有呢 走 还有呢 还有呢 满山边也的大多高凉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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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殿娘 好 声音很好 所有的男高音 所有的唱歌的人 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在这个地方 犯个什么毛病呢 不该加福点的时候加福点 其实你记住 哪个是福点 其他的都不要福点就OK了 你看 只有一个松花江 这是福点 还有衰老的殿娘 千万不能 还有呢 没有福点 一拍俩 还有呢 是这个节奏 不是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 这是个福点 大豆高粱 作曲家在设计这个时候 是要福点还是不要福点的时候 东北松花江 都是福点 前面一个东北一定是没有 松花才有 哎 唉 有那不是 还有那 没有 没有福点 一定 记住每一句 哪个是有福点的 其他都不要 一个是我的 东北松花江上 咱们再来一下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美光 还有那满山边野的 大豆高粱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天涯 就一把 就一把 从那个悲惨的时后 一个是 一定踏实住了 是一二三三四四排鸡 叫叫叫叫叫叫叫 就一把 就一 一定要每一个声音都踏踏实实地放在那 现在呢 也放了 但是放的不踏实 每一个声音都踏踏实实地放在机上 有充分的共鸣 来 一 一 二三 就一把 就一把 叫一把 从那个悲惨的时后 从那个悲惨的时后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起那无际的宝墙 游浪 游浪 生日佳在关 家 这太长了 你一定要把那种迟缓的步法 就是说身体在前面 脚在后边拖着的感觉唱出来 流浪 累着 也没吃东西 一点劲儿都没有 流浪 每天是个特务 家也没了 把这种感觉唱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起那无尽的宝墙 流浪 流浪 整日佳在关 流浪 整日佳在关 一会二会儿 以دم补 这二会儿 它的恳 石也别说 生日假在冠军流长 那年大月在陆河 回到我那海里不想 那年大月在陆河 烧毁我那五天的宝藏 原谅啊 原谅啊 那年大月在陆河 那年大月在陆河 长一点 后比更充分一点 就包括欢也是 就音量会更大 那年大月在陆河 那年大月在陆河 和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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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开 来 你让他自己 你自己感觉 感觉是不是 是 这样痛快 这样子过瘾 这样子不给一等奖 也没关系 我唱的 我自己唱的痛苦 过瘾 听的也过瘾 给不给一等奖 是你的事 那是我的事吗 唱的好不好 是我的事 有这种心态 年轻人 去比赛 只要你下了功夫了 你的道路是正确的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一定会拿奖 因为评委的眼睛是血亮的 当然也包括我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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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